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拍暗鸡 怒道 不过照着皇上宠信便这般莫衷无人 那姓刘的不过也寒门小礼 一朝升天 功勋成爵之家居然也要来便来 要出便出 实在忒客气了 然后众人 你一言我一语 都纷纷开了话匣子 无非是咒骂大理寺和刑部那帮负责此案的官员 昏溃无能 乱审乱判 以及负责居人下狱的进军上三位 嚣张跋扈 不顾全爵世家的体面 然后哀叹两声 顾门不幸 重点是激起顾廷叶的同仇敌忾之气 可惜顾廷叶不动如山 自古淡然 但众人说得差不多了 那刘正杰是皇上的进尘心腹 踏上门来问话 自是禀了上意的 至于几位审理此案的大人 不是皇上清典 就是宿主名利 咱们这儿这般诋毁皇上公骨 未免不敬啊 此话一出 众人拒敬 顾廷叶缓缓活动着 搁在扶手上的手腕 漫不间心 前头的令国功夫等十几家 都是拿明证据 却是涉入了先帝四王爷谋逆案的 早就落罪了 如今案子还在审理 查到略有牵连的再去提问的话 永昌侯府 永平伯府 还有其他几家的 查明无事的放人回去了 不就没事了吗 人家都问的 凭什么咱们家就问不得 这话说得倒也有理 两位老太爷也是无话反驳 可庞坐的顾廷叶 却一气站起大声道 什么叫略有牵连 不过是他们没本事神案 便寻得别人晦气 好显得自己的能耐怎的 咱们顾家几辈子忠心施主 再老实不过了 二兄弟 你在圣上面前也有体面 咱们老顾家叫人欺负到跟前了 你也不使使劲吗 难不成就这么叫人 瞧咱们家笑话 自我知道此时候 我也寻机打听了 顾廷叶淡淡一笑 说是刑部拿了人证物证的 反复验查 却有一点 皇上这才拙人上门问话的 唐兄觉得这可是笑话 顾廷叶一阵雨夜 黎策的明蓝听了 忍不住心里暗叹 这帮书爷大哥们 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到了这个时候 还在唱高调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呀 从顾廷叶奋而离家起 顾家和顾廷叶就是两码事了 尤其是顾老侯爷去世后 顾廷叶最后的牵绊也没了 而那几年 京城夺嫡斗白热化时 顾廷叶正吃着三文钱一碗的阳春面 在江湖上风尘雨露 刀口甜血的混身紧 他们牵连夺嫡而倒霉 关顾廷叶什么事 这时身旁却一阵响动 只见丙二太太呼的站起 直往平堂上走 走到顾廷叶面前 唉声恳求 叶儿兄弟 我是父道人家 不懂大事 可一笔写不出两个固字 如今 你叔伯兄弟有事 你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说着便垂泪痛哭 凌兰大赞 要说还是女人的第六感靠谱 什么大道理都不用说 苦苦哀求 以情动人 才是硬道理 果然顾廷叶皱起了眉头 起身避过 秉二太太的失礼 转身向四老太爷道 不如请诸位嫂子弟妹先回去 这不合理数吧 四老太爷 却并不在意 都是苦肉之亲 不必讲究这许多规矩 你嫂子也着急 这是常理 也 秉二太太抹着眼泪 恭敬地站到一边去 其实除了分家稀产这种大事 古代的内宅女人不能随便露面 便是自己夫家的叔伯兄弟 也是不好轻易见的 为的便是礼数避讳 明来眯眼 这是什么意思 软硬兼施 顾廷叶微以皱眉便道 好 既如此 我便直说了 随即大马精刀的坐下 朗身而言 先帝之四王爷 早就被定罪谋拟 从你的几个受要人犯 聚意落罪量刑 线下查的是当初曾助逆的从犯 和逆王过从甚密者 与谋逆情势又牵连者 仁宗皇帝心软了一辈子 死前总算明白了一回 为了给倒霉的三王爷和德飞一个说法 也为了让后来继位的八王爷 陆豪走险 清定了四王爷的大逆罪名 这番话一说 听众众人 巨视一惊 吴老太爷 总算没白混过官场 沉申道 当初四 逆王全情半座京城 与王府来往之人 何其之多 便是来往急密了些 难不成就算是从匿吗 自然不会 顾廷夜端起小鸡上的茶 瞎了一口 皇上是有德明君 特着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三司会审 定案怎么会草率 当初逆王犯上作乱之时 外有五成兵马司应和 内有几只近卫内卫侧应 殿上还有人帮着写伪照 先逼死三王爷 后破先帝上位 几股力量一起发作 里外勾连 这才酿成了大乱 别在军中打滚二十年 数编十余年 虽说后来不关事了 但当初提拔过的官兆过的 后来却又不少成了气的 这么多年来 各军各营分散着 大多有些不大不小的军职 如今要紧的是 这些人中可有参与谋逆的 咱们家可曾帮逆王去招揽过这些人 若有便算连结串逆之罪 顾廷叶的目光异常轻烈 缓缓扫过在座众人 众人心中便如过了冰水般 注密笼络 这事可大可小 往小的说 便是只介绍了个人 给四王爷认识 往大了说 兴许有些人 就是因为顾家的情面 而卷入夺底斗争 也说不定 这 这 太夫人终于明白厉害了 你爹的为人 你清楚 他是断不会的 顾廷叶也不答话 只能目光继续扫拾其余众人 言语愈发缓慢 似是一字一句 在凌迟 我人不便离开京郊大营 但却去信问过刘正杰 他别的不好透露 只说了个消息给我 说是当年 曾有人帮着逆王 才买过几匹江南女子 这 也算罪过了 始终心不在焉的顾廷样 轻问 顾廷叶放下茶盏 淡然道 后来 这批女子 太半送入了朝城武将家中 以做拉拢收买 吴老太爷看了四老太爷一眼 低头沉思不语 顾廷尾神色不稳 转头去看旁边的顾廷柄 只见他面色惨白 额头上痘大的汗水 层层而下 明兰正拼得入神 手上却被捏了一下 转头看见 轩大太太 面有嘲讽之意 她把身影压得极低 微微冷笑 发财的行当 轮不上咱 饭室的买卖 字也搭不着 明兰呆呆一笑 也不好坐身 现在很清楚了 顾老侯爷 谨慎小心 不会去勾连 顾廷尾体弱多病 估计没体力去勾连 顾廷尾有老娘看着 大约也不会很离谱 而其他人就难说了 她也读过古代几年刑律 平常跟着父兄耳濡目染 多少知道些门道 就算把勾连的罪名落实 顾家到底是开国勋贵 加上顾廷尾的面子在 估计也不会杀头冲军这么惨 那么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明兰朝外看 除了顾廷尾神色淡然的喝茶 其余众人都是或惊慌或惶恐或胶着 形色不一 长房最担心的自然是被深赤个 至家不严罚莫家产 甚至夺绝 四房和五房最担心的应该是罪名 一旦落实到个人 倒是说不定要受罚或劳改或坐牢或流放 都不是好受的 那么顾廷尾想要什么呢 明兰忍不住抬头去看那个端座的男人 仅仅是想看当初欺辱过他的人倒霉吗 而侄子说了这许多 扯了一大痛 莫非是存心退脱 五老太爷一咬牙直直地盯着顾廷尾 你就安心瞧着自家叔伯兄弟去受罪 你便给一句话吧 到底棒是不棒 吴叔爷给一句话吧 是才我说的 莫非真确有勾怜之事 顾廷尾悠然道 五老太爷被掖住 他不能否认 可也拉不下脸来承认 免得招惹顾廷尾一段 忠君爱国的数落 他是读书人 到底要面子 四老太太本不想插嘴 可若四老太爷出事 自己女儿也别想嫁得疯狂了 便柔身道 叶格尔 人非善贤 输能无过 便是你叔伯兄弟偶有做错 你也当帮扶一二 到底是一家人不是 顾廷尾看了他一眼 我自不能修首 明兰暗自揣摩这句 摩棱两可的话 话题又绕回原处了 四老太爷掏出帕子 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抬头冲顾廷叶道 叶格尔啊 说起来 咱们家如今就是泥尸停尸的 你打个身子不好 也淡不得什么事情 这爵尾和一家子的重担 还要你做动量扛起来才好啊 太夫人赫然抬头 去盯四老太爷 目中引然愤恨 四叔慎言 顾廷叶立刻放下脸色 肃母道 张幼有序 岂可妄言 乱了祖宗家法 坏了兄弟情分 四叔可是不该了 四老太爷 善善地坐了回去 明兰眉头一皱 四老太爷 也退路骨了 可算是无耻了 而且 他们始终没有弄明白 顾廷叶的心腹 他不是为了要绝位 而要绝位 他是为了咽不下那口气 为了早死的亲娘 为了这么多年来 受的委屈 从这个角度来说 四房和五房 其实比别人更可恶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地下转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地下转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